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毁了跳水天后的人生 每次回想起那件事,他就有几分痛苦,几分恐惧 痛苦的是,他失去了闺蜜 恐惧的是,他失去了记忆 然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他找回了记忆 那才是真的生不如死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部韩国悬疑惊送片 欲望跳台,又名,诡异 阿姨和秀珍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 两人有个共同爱好,跳水 距离国家跳水队选拔赛的日子越来越近 阿姨一有空就被秀珍训练 为什么是他被秀珍,不是秀珍陪他 因为他成绩优秀,被称为跳水天后 进国家队就跟玩一样 而秀珍却比较危险 教练都说了,如果这次还不行,就准备退役吧 阿姨把这件事记在心里 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带秀珍参加比赛 不久后,阿姨站上十米跳台 他要做的动作是,向后翻腾一周半 转体两周半,难度细数2.8 这对他来说很轻松,优美的动作加上完美的入水 不愧是跳水天后 他又凭实力拿下一枚金牌 这本来是件挺开心的事 可他却开心不起来 因为他看到了秀珍孤单的背影 去追秀珍前,他贴心的收起金牌 怕金牌会刺激到秀珍 秀珍已决定退役,他虽然很喜欢跳水 但不得不面对现实 阿姨去替秀珍说话 他也和秀珍参加双人跳,教练有点为难 秀珍在队里留了9年 却一点成绩也没有,不退一等啥 双人跳可不是过家家 先不说得降低难度照顾秀珍 两人都没一起训练过 怎么能做到完美同步 就算能做到 因为双人跳损失阿姨的单人跳 这个后果谁来承担 阿姨信心十足 把两个都做好不就行了 教练问他要照顾秀珍到什么时候 如果有一天被逼入绝境 还会像现在这样护着秀珍吗 阿姨的答案是 会 他从没想过放弃秀珍 在还是孩子的时候 两人就因跳水结缘 一个经验丰富 一个刚刚接触 经验丰富的一直在教导刚刚接触的 从此 两人成为无话不谈的好闺蜜 秀珍虽然总是不行 但阿姨一直在照顾他 一直拉着他往前走 既然也决定参加双人跳 那就好好训练 然而第一次训练就以失败告终 我要的是双人跳 可跳下去的却只有阿姨一人 阿姨没把这当回事 可从别人看来 秀珍过分了 阿姨好心陪他训练 他却连跳都不跳 让阿姨难堪 晚上 秀珍买了个鱼缸回来 还有两只水母 一个比较华丽 一个比较普通 就像他俩一样 阿姨让他别想那么多 把精力集中在训练上 可他不想挣扎了 自己被笑话不说 还会连累阿姨 阿姨继续鼓励他 为他加油打击 功夫不负有心人 接下来的训练非常顺利 秀珍的表现超乎想象 一个不行的人突然醒了 难免会被人说闲话 这不 大家私下都说秀珍吃了药 所以才会实力打准 就连阿姨也难免会这样想 回家的路上 阿姨劝他别碰违巾药品 他转头看下阿姨 结果一不留神 车飞出护栏 从悬崖上掉了下去 阿姨昏迷了整整七天 醒来时 丢失了一部分记忆 完全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而秀珍则下落不明 警方很快便接入调查 事故现场比较偏僻 没有摄像头 警方无法判断开车的秀珍 是什么状态 目前怀疑是酒驾导致的事故 阿姨否认了这个推草 秀珍从不喝酒 警方走后 阿姨拿出钱包 两人的合照已模糊一片 这难道是在暗示什么 事故给阿姨的脸上添了到疤 医生特地嘱咐阿姨 养了也不要扣 阿姨来到病房门口 队里的人正在谈论他和秀珍 大家觉得他继续参加比赛有点勉强 而这事都得怪秀珍 阿姨冲进病房把他们赶走 有个女孩想跟他说点什么 但话到嘴边又说不出口 阿姨突然想起 出事那天 秀珍倒站在十米跳台上 那一跳堪称完美 连阿姨都自叹不如 不久后 阿姨出院 他要为接下来的比赛组准备 再次站到十米台上 入水的一刹那 他看到了秀珍 水滑金的老高老高 把旁边的人都看傻了 他再次来到十米跳台 越往前就越害怕 他竟然对跳水产生了恐惧 这样下去会失去参赛资格 怎么办 找个没人的地方偷偷练吧 别看经纪人给他找的这个地方脏软差 找个保健公司一打扫 顿时焕然一些 除了灯一点吓人 其他地方没话说 阿姨做好了跳水的准备 这时 身后传来急匆匆的脚步手 回头一看 出现的是秀珍 然后刷的一下 阿姨入水 消失的记忆再次浮现 那晚 秀珍说自己申请了个人赛 并且通过了协会的身后 阿姨一进入梦想 一只手突然伸了过来 扣他头上的伤疤 他猛然惊醒 那起镜子一看 伤口正在流血 本该紧闭的房门也开了个风 难道是秀珍来找他了 看来这对闺蜜 并不像表面那样美好 天亮后 阿姨来到警局 警方在车上发现了秀珍的包 阿姨之前说秀珍不喝酒 但据警方了解 秀珍在一年前有过酒后事故 举报人说了他的好处 所以才没公开这件事 阿姨不知道这件事 但教练知道 秀珍已经游过一次前课 警方有充分的理由怀疑 这次事故是醉酒导致的 从车损程度和现场痕迹来看 当时的时速在100以上 阿姨愣了一下 他又想起一件事 青少年实际的秀珍比他优秀 而当年经验丰富的 也是秀珍 是秀珍带他出了跳水这行 阿姨越想越奇怪 秀珍为什么宁愿跟教练 说酒驾的事 也不跟他说呢 教练问他有没有恨过秀珍 当然没有 为什么要恨呢 既然不是恨 那就是羡慕了 或者说是嫉妒 阿姨陷入回忆 参加青少年比赛时 秀珍正在准备最后一跳 他跑去告诉秀珍 快去医院看看 他要先完成比赛 最后一跳只要不失误 他就能稳坐第一 这次的动作是倒立跳跃 宣传两周后入水 堪称是这次比赛 难度最高的动作 不过对他这种老将来说 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动作而已 可万万能想到 失误了 他头撞在跳台上 从十米高的地方摔了下去 救援队立刻将他送去急救 原本属于他的荣耀 也露入排名第二的阿姨手上 本来这没啥 下次再赢过来就行 毕竟实力摆在那 可意外却给秀珍留下了后遇症 他对十米跳台产生了恐惧 这段记忆让阿姨一阵后怕 难不成秀珍对他怀恨在心 想通过这次事故毁了他的人生 他越想越害怕 这时 秀珍买回来的水母死了一只 代表他的那只华丽水母 他就问水族管老板怎么回事 老板一听他把两种水母 放在一起呀 顿时叹了口气 普通水母的分泌物 会杀死华丽水母 如果水母是在他这买的 他肯定提醒过 别放一起呀 阿姨愣了 秀珍这时真的想杀他 老板突然变得恐怖起来 阿姨吓了一跳 手里的水母掉在地上 一抬头 老板很温和地说着 华丽水母虽然好看 但不好痒 阿姨吓得掉头就跑 他分不清刚才是幻觉还是现实 但能确定的是 秀珍想让他死 脑海中又出现一段记忆 秀珍和一个叫初雅的女孩聊天 被他无意中听到了 出事前秀珍不是实力大涨吗 那是因为他吃药了 两人正在合计 怎么把他排除在外 初雅很羡慕秀珍 因为阿姨对秀珍实在是太好了 可秀珍却说 阿姨对他好 是因为对不起他 为什么对不起 因为阿姨毁了他的人生 阿姨开始翻炒秀珍的东西 他想起那碗的事了 他劝秀珍别吃药 秀珍却充满敌意的说 怎么 看我变强后害怕了吗 阿姨砸开秀珍的日记本 上面的字触目惊心 秀珍恨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秀珍的声音突然出现在脑海里 教练不是都强调过了 比赛结束前别提我妈的事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就为了拿冠军吗 阿姨立刻去警局报案 说秀珍想害他 他完全没想到 秀珍会恨他到这种程度 他当初又不是故意的 女警突然来了去 别装了 不是你先毁了秀珍吗 所有人都围上来质问他 他一紧张 直接晕倒在地 其实这都是幻想 真实的情况是 他在警局傻战半天 然后突然晕倒 他的状态越来越差 估计和这次比赛无缘了 不久后 水族馆被查封 有人举报老板向运动员 出售伪禁药品 请调查 情况属实 警方正在统计 前来买药的人员名单 阿姨看着散落一地的药 这都是从秀珍包里翻出来的 他把水门捞起来 然后丢进马桶 既然秀珍想让他死 那他也不必留什么情面 他打起精神继续训练 头发无风自动 秀珍曾说过一句话 希望有一天阿姨也变成他这样 对十米跳台产生恐惧 阿姨不服输 他要证明自己和秀珍不一样 他真的做到了 他战胜了恐惧 得意的笑容在脸上浮现 他用事实证明 自己比秀珍强 跳水天后满雪归来 他又难回属于自己的荣誉 但这只是昙花一现 在一次广告拍摄中 他又害怕了 秀珍撞头的事 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导演喊了无数遍开始 可他就是不敢跳 怎么办 设备租一天挺贵的 用替身吧 那个叫初雅的姑娘替他跳 后期用了换头术就行 可不曾想 初雅一名惊人 实力不比阿英差 这件事也让阿英产生警惕 现在的初雅就像当年的她 如果她无法战胜恐惧 下场和秀珍差不了多少 初雅的优秀 被自己争取到了双人跳的机会 阿英和她一起训练 她的表现比阿英还优秀 阿英一度产生错觉 把初雅看成了秀珍 阿英不服气 她怀疑初雅也吃药了 但她当着大家的面问 就有点不合适了 教练看她状态不好 让她回去休息休息 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 等彻底康复了再来训练 这本来是句很正常的话 但到了阿英耳朵里 就不正常了 怎么 看不起我吗 我是跳水天候阿英 不是跳水小丑秀珍 教练对阿英的反应很意外 看样子阿英已经入盲了 比赛前夕 协会的人和裁判约犯 主席邀请阿英一起 跟裁判打好关系 冠军岂不是囊中之物 可没想到阿英生气了 而且还说了句很难听的话 怎么 不陪你们吃饭就得淘汰吗 主席一时余色 场面极度尴尬 回去的路上 阿英突然发现走的路不对 怎么一直往事故地点开 司机突然来了句 你不是要去找秀珍吗 他赶忙让司机停车 可下车一看 巧了 正好是出事的地方 他立刻逃离此地 从睡眠中醒来后 映入眼帘的是一颗颗药碗 他害怕极了 可回过神来一看 哪有什么药 都是幻觉 再这样下去 他早晚会被折磨疯 不久后 选拔赛开始 身为跳水天候的阿英备受期待 大部分观众都是冲着他来的 第一跳 意外的差 连正常水平的一半都不到 第二跳开始前 秀珍的话又出现在脑海里 真希望你能感受到我的痛苦 大家都在等他跳 结果一如今往的令人失望 好在分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 估计一半都是人情分 第一阶段结束 他暂时第一 朱雅也三分之差 畏惧第二 阿英不淡定了 这样下去 第二阶段必败无疑 他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差 秀珍的话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他躲到角落里吃药 试图以这种方式抵抗恐惧 可不曾想 被教练发现了 那幽怨的眼神让人心里遗憾 教练让他别依赖药物 这样会毁了自己 他说这是秀珍的药 不是他的 他接二连三的犯错 教练已经无法容忍 口口声声说自己和秀珍不一样 可他现在这样 和秀珍有什么区别 话没说完他就要走 教练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他一冲动 推了一下 教练的头撞在窗台上 人已经失去意识 他命叫救护车 而是选择了逃跑 并不断暗示自己 这件事和自己无关 来到外面一看 经纪人和初雅有说有笑 看来这次拿不到冠军 初雅就会成功上位 他跟经纪人吵了一架 然后一脚游门 直奔黄泉而去 即教练之后 经纪人也被灭了 他魂不守舍的来到游泳馆 初雅正在训练 他冲过去把初雅推下去 一看初雅还活着 然后轻轻一跃 把初雅往水里按 初雅拼命挣扎 他一脚灯开初雅 浮出水面 然后往那一坐 看着初雅的身体 渐渐浮上来 他笑了 发自内心的笑 以后再也没人 跟他争第一了 本以为做完这些 就能结束 可秀珍的声音 还是回之不去 他微微隐论 零碎的记忆 在浪海里浮现 刚才发生的一切 都是幻觉 那都是他曾对秀珍 做过的事 他找回了消失的记忆 真相大白的那一刻 他的痛苦并未减少 反而还多了几分 不可思议 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秀珍确实吃药了 他也确实劝过秀珍停药 可秀珍却做不到啊 跳水是他人生的全部 没有药 他连跳台都上不了 那种感觉 真的生不如此 他爱跳水 却怕跳水 只有药能拯救他 阿英理解不了他的想法 所以他才会说 如果你和我的遭遇一样 也会做出我这样的选择 阿英不信 在他的认知中 意志力可以战胜一切 说吧 别要扔秀珍的药 两人在暴雨中拉拉扯扯 结果阿英一使劲 把秀珍弄了个头破血流 秀珍用微弱的语气 问出了埋藏在心底里的疑问 当初为什么要说我妈的事 阿英的解释是担心他 怕他将来知道了后悔 秀珍不信 如果问心无愧 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问过他 到底在恐惧什么 阿英打不上来 还是先送秀珍去医院吧 原来那晚开车的是阿英 秀珍突然来了句 如果我们不是闺蜜该多好 阿英转头看向秀珍 开车不专心 亲人两行累 意外就是这样发生的 车子冲下悬崖 沉入大海 现在就差最后一件事了 秀珍在哪 为什么他只是失忆 秀珍却下落不明 答案很简单 因为秀珍死了 车子沉入海底后 两人想办法逃生 前挡风玻璃快裂了 阿英在秀珍的帮助下 挣脱安全带的束缚 两人从车里逃了出来 起初还忽光忽住 情深一重 可秀珍伤势太重 根本忧不动 生死关头 谁还顾得了那虚无缥缥的情意 秀珍拼命拽着阿英 阿英则拼命挣脱 这股戏快憋不住了 阿英心一横 在求生欲的趋势下 他一脚踹开秀珍 选择了毒火 这就是那晚所发生的一切 找回记忆的阿英无比痛苦 真相是如此简单 却无比复杂 他牵手毁了秀珍的人生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他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可求生呢 他只是想活着而已 难道这也算错吗 他是活下来了 他却比死还痛苦 知道无法愈合的伤疤 会伴随他一辈子 欲望跳台是 申明儿时隔四年后的回归之作 毫不夸张地说 这部电影是靠他的演技撑起来的 随着记忆逐渐恢复 内心不断变化 把整个心理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解 彷徨 怨恨 疯狂 再到最后的世人 每一个细节都恰到好处 申明儿也凭借这部电影 获得第四十一届 青龙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再说回电影本身 阿英对于成功的执着与疯狂 让人直冒冷汗 可仔细想想 他到底错没错呢 青少年时期 他在关键时刻动摇秀珍的内心 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 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在秀珍心里 他是故意的 但他的解释是因为担心秀珍 两人一直没把这件事说开 从此产生隔阂 埋下怨恨的种子 直到多年以后才生根发芽 一下子爆发出来 但这件事阿英真的做错了吗 相信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是你 你会在那种情况下告诉秀珍吗 还有水中逃生那段 阿英想生 秀珍也不想死 如果阿英不放手 两个都得死 所以阿英做错了吗 如果是你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欲望跳台 跳的不是水 是人性的自私与贪婪 诡异 诡异的不是回忆 而是人心